诶 这样听得到我声音吗 那可以 好 大家好 我是Peter 然后我今天不好意思 因为临时 就是昨天用太晚水过头了 所以临时用一个比较那个 紧急的方案来呈现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那个 HackMD的共鸣还有 就是头片的部分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 呃 我们想要 想要开一个专案是 就是ZKP 跟CVTag 就是零知识证明 因为共鸣科技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的介绍呢 是 ZKP 是目前以太坊 Ethereum 最近在开发有许多工具之一 然后就是 台北Ethereum MED-UP TEM他们在新年间出门倒影结洽 然后希望跟社群讨论如何应用 连知识证明相关的工具跟应用 在公民科技 以及社会引擎的倡议之上 那根据剪辑次讨论的结果呢 就是 Peter 就是我来负责成立相关的专案和共鸣 然后可以来招募社群的参与者 一起探索DKP技术 用于公民科技的可能性 那讲DKP技术感觉很酷 然后很帅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 有点 就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技术 然后也跟我自己在做 个人资料 还有隐私等 资源保护的内容相关 如果他讲什么设定知识证明的话 我可以举一个例 就是 举例就是你不 本人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验证个人资料的时候 不是都会要求上传证件 不是都会要求要上传一些相关的文件 或者是一些证明的个人资讯 但是 目前的资讯时代其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传输了个人资料的话 那 我们外泄的风险是不是会因而产生 那你知识证明就是在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 不传输个人资料的情况底下 来判断你是本人 或者是做到身份验证 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用 加上就是把一个资讯 在不揭露资讯本身内容的情况底下 让别人知道你持有的这个资讯是真实的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专案的Room Map 大概可以像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大概4月 也就是现在大宋的时候 可以建立频道 共笔跟固定聚会的一些时间 然后5月的话呢 会有一个ZK 会希望能够开始举办一个ZKP的一个工作坊 然后会邀请台北ZRM 或者自己台方的人 来分享说 就是 ZKP上关目前的开发工具 还有相关应用有什么 然后6月的时候呢 会希望开始做一些跟坑主的访谈 然后同时呢 去设定相关的应用场景 因为这一个专案它的最终目标 是希望可以产出一份文件 或者是一些工具 然后是可以让GNB的客户主来做使用的 那所以7月到之后的时间呢 预计是会来作为寻找工具 或开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是整个专案目前的road map 那我们需要的人呢 会需要的是科技背景的人 就是你对于研究或开发相关工具 有兴趣的人 然后倡议者 倡议者是对于就是社会议题 或者是私立在公民科技议题 有兴趣的 有热情的人 那还有一个好奇者 就是 你是 对区块链或DKB这个技术是有兴趣 但是你不知道DKB就是什么的 但 因为我们这个专案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有非常多讨论 因为像我自己 也都是还在学习DKB技术影像关技术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不用太过担心 好 那 冷句的最方便的就是可以直接关掉视窗 对 非常方便 那我们下一位就是请那个婚礼 那 永续捐赠议题 然后再下一位PM5请